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西安认识的一个朋友 目前他是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文艺学的副教授 他的博士罗文是研究柏林 同时他也在研究利维纳斯和巴赫金 因此就想请他今天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关于柏林的研究 先请毕晓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毕晓 在今天这个平台上我就不太愿意强调 就是他刚才讲到的一系列的身份 比如说什么这个学者之类的 我今天是以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 就是作为一个文化从业者的意义上来 参与到这一档播客的录制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机会 跟大家做一种纯粹的这样一种精神上的交流 能够帮助大家了解我这个人 乃至于就是说是相关的 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些话题 然后希望得到大家的一些交流 探讨反馈等等这些 谢谢 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 想请你谈一谈就是 当年你大概是从07年开始读文科 一直大约到14年开始读博士 能否跟我们听众们介绍一下 当年你在读书时候的时代氛围 以及当时有哪些这个思想家和或者是哲学理论比较流行 好 我觉得就是今天的经验跟我当时的做学生的时候 或者说是我相对更年轻的 我在20多岁的时候的这样一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 我更愿意把我成长的那样一个年代 其实称之为是一个在文化氛围上是一个进取的年代 那么今天呢 我觉得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收缩的年代 那么我来解释一下这样一个概念 在我所生上 这个成长的这样一个年代呢 当时呢 整个的社会氛围实际上是更强调一种自我的能力的这样一种培养 自我向外的一种扩张 一种养成 一种对世界的好奇的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我们在当时的时候 整个的文化氛围会鼓励我们自己去对未知的世界进行一种探索 未知的人 未知的地方 未知的文化 未知的风俗等等等等 那么这当然是跟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 就是整个的一个经济状况的一种蓬勃发展 乃至于就是说是跟整个的当时全球的这样一种文化 文化氛围有关实际上 而在今天呢 我觉得这样一个氛围对于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讲 因为年轻人占据了整个的这样一个社会舆论场的一个主流 我觉得 那么其实大家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收缩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大家更聚焦于一种自我的生活 眼下的生活 我的生活 那么更关心的是 我的处境 我所遭遇的困难 乃至于我当下眼前的时候 我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中的一个状态 那么更具体一点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个状态呢 人们更强调的是 包括我们自己来讲 会觉得万物都是有一种自我的这样一种生长的这样一种潜力在的 那么所以说呢 自由的这样一种空间的诉求是更大的 这样一种进去的时代 因为当你有更多的潜力 更多的能量 想去向外探索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一种自由的环境 去给予你对外界的不断的去学习沟通探索的这样一种空间 实际上 那么今天呢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变化呢 在一个收缩的年代呢 可能人们更聚焦于其实就是生活的安定 安全等等这些话题 其实 那么它相带来的这样一个效应呢 就是整个的社会舆论场的变化 如果在原来的意义上 我们如果有两对概念 一对叫做好的事情 一个概念 另一个概念相对的叫做我的事情 那么在一个进取的那样一个年代的时候呢 是相对来讲是好的 这个事情本身好 good 它是优于或者更重要于我的 是优于一个事情是好的 所以我想把它变成我的 我想去吸收它 想去探索它 那么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 每个人想去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面 其实去过一种就是说是 不需要出门的 24小时便利店 方便面 什么这个 影片 然后这个电影呀 包括这个 这种什么微博 乃至于播客 对吧 就可以它就构成我游戏 它可以构成我的所有的一生 我不需要走出这间房间的这样一个 状态的时候呢 那么 我的 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的 那么它就会优于或者更高于 它是不是好的 其实 没有一个好的价值的一种衡量的标准 或者它是不那么重要的 而相反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东西天然就一定要好过其他的东西 所以说就是说是 人们更会聚焦于这样一种就是 自我的认同和一种 收缩性的文化氛围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在一个生活的意义上来讲 其实 就像你刚才我们的路上 你其实延伸着问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么如果在一个学理的意义上 探讨的话 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是 在我所生长那个年代里面的时候呢 可能更流行的 在一个知识文化场域内 更流行的那些思想家呢 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以赛亚柏林 比如说哈维马斯 比如汉德埃伦特 这些思想家 他们的一些理论 因为他们更关心的问题 其实是在一个进取性 性的意义上来探讨的 就这个世界 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通过对这些 比如说自由的思考 对平等的思考 对这种就是乃至于就是说是 幸福福利 社会公平 等等 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来去让整个的这样一个世界 向上成长 所以说这样 在当时的时代的时候 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与 跟我的亲身经验是没有那么直接相关的 实际上 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让人 就是说是感兴趣的 因为那是一个好奇的 全民好奇的年代 其实 对起码对年轻人和对那个文化氛围来讲 但是今天呢 当在一个收缩型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 那可能在一个学理文化意义上来讲的话 那么这些思想家就已经 起码不是第一梯队的了 不是那么的让人这个印象深刻的 那么相反 能够对于 尤其是对于华语地区 或者说对于这个中华地区来讲的话 那么能够 跟我们的切身经验 跟我的这样一个场域相勾连的 产生紧密关系的思想家 根据起 在这个意义上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家 可能是更流行的 更跑票了 比如说像这个韩炳哲 像这个炳鼓行人 像这个上野千赫子 那么他们关心的议题呢 往往会带有浓厚的一些东亚色彩 乃至于跟现代的一种生活 比如说这种996的工作呀 社会经经济所带来的 这种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压迫呀 这种性别之间的这样一种对立呀 等等 他们会关心的是这样一种一些话题 一些切身的一些 在我的场域当下的这些话题 在今天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是是他们是在今天内意上 是更受关注的思想家 所以整个通过这样一个 微观宏观的这样一种探讨 我觉得就是其实已经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时代了 我觉得今天就是你的这个划分 对我来说还是挺有启发性的 因为之前我其实没太有这么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自己做的研究吧 对其实也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后者的 但是我其实在比如说本科和研究生阶段 做的研究也大多数是是是一个理论性的研究 或叫哲学研究 那后来我为什么开始去做这个华语系文学啊 还有包括像厚志明研究等等 就是我我觉得是有必要去讨论一些 跟自己经验有关的事情 而之前是在学术体系内得到的训练 好像过于不是去讨论自身的经验 这是我的一个转向的动机 对但是我想可能跟你说的这个层面也是有关联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区别是大家被预期的区别不太一样 就是在就是就是人 就是我们完全其实我们的人生经验 其实我们自己的经验 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 或者物质性的 呃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是他可能跟 一方面是跟我们现在身处身 你身处的环境有关 另一方面是他跟你的一个社会想象有关 就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预期我未来会成为什么样一个人 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他完全是个物质性的来讲 你想比如对于一个生活在东亚的人来讲 他学英语是非常非一所思的事情 其实对吧 我一辈子可能用不到这个东西 其实我为什么要学 那是因为我有一个预期 就是说是我有一个 我未来可能要要要去加入到一个 呃全球性事务的 或者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事务 会介入我的生活 介入我的生活的这样一个预期 我把我自己定位为这样一个人 的时候 那那么那么英语对我来讲是重要的 那那么那那么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 这个区别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对预期的区别有调整 就是包括我觉得这不完全可能是一个 呃东亚的现象 他有可能是个全球性的事件 其实就是说是就在一个进取性的一个时代 人们的预期人们的社会想象是 我将来要成为一个去深度介入到全球性问题的 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说呢我要关心这些事情 呃我要去这个就是去参与到这些 或者我未来起码会参与到 其实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是说是只是他的优先 即是好的是在我的前面 但他可能未来会预期会变成 跟我相关的 嗯 不能说完全是我的 起码是跟我相关的 那么在一个收缩性的时代 比如说在今天这个这个文化氛围的时候 人们似乎在放弃这个这样一个想象 嗯 其实或者在一定程度 或者他不那么优先了 那么我们好像似乎会告诉我们说 那么切身性的应该是我刚才讲到的性别 对吧 嗯 然后我自己的 对吧 呃 我工资能不能更高一点 对吧 等等 就是说是这个等等等等 这些这些问题 这个这个跟一个预期有关系 我觉得因为收缩性的时候 他就改变了预期 改变了预期 我们自己的社会想象就变化 嗯 我觉得是在这里 是 那你认为这个跟呃 全球化的这个衰退 应该也是有所关联的吧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 就是 由于就是说是 呃 当然全球化有自己的问题 就是全球化其实也 他掩盖了很多问题 就是今天的很多 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些问题 其实在就就比如说在那个进取型的时代 他就有 其实只是由于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 或者一个美好的想象 其实他掩盖了这些问题 其实呃 那么随着就是 这个预期不那么乐观 就是对全球化的这样一个预期 其实原来那些问题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嗯 所以所以人们就可能就是 一下就会 遭受到一种就是不同的情况 就是收缩到 就是当下 就是说是 我的这样一个 自己的 范围之中 但这个这个同样也会产生问题 就是说 就是因为全球化已经把我们带入到了 这样一个情况 嗯 就就 就我我我 我在网上就看那个有个人拍视频 就就是说是 就就就两两两两个人就是说聊天嘛 就是抖音上 然后一个人特别爱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有点游行所性质的那种 就是说你 你你用日 你开日本车的 你就就批评他吧 然后那个对方人就反驳说 就说你你用的那个手表是 这个你你你用的这个手机是什么牌子 他说那对方说我用我用用OPPO什么 嗯 他说不是很低端的机型吗 不是他说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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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呃这个这个这个手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是日本的 嗯 他说的说的各个方面类似 你的手表也是 嗯 就就把那人整破房了 对对对我也看过这个 对对对 就说是就说是他的确经历了刚才那个现状的收缩 其实但是他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嗯 就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全球化把我们带入到了这个状态 对 就是我们在某在在这样一个比如手表呀 手机呀 什么就是包括食品呀 其实呃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办法离开 其实一个你不能说全球化了 就是不能离开世界的其他部分 嗯 你在一个身处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下的时候 其实所以说就是说是呃 那么相应的就总需要去关注那些 不离我们在地理位置上也好 或者是在现有的精神意义上那么近的东西的时候 因为你不关心他 他实际上影响你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说就是又我们回调到了另一个方向 但是我觉得这个收缩性的回调 他也会也会暂时的掩盖的一个另外的一些问题 其实这个人类历史发展我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说可能还会有变化嗯但是现在的状态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没错好那那我们就再继续聊一聊柏林吧 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柏林感兴趣的 呃我大概应该是在11年左右 2011年左右 那个时间段柏林对对对柏林有兴趣其实 当当初接触柏林有什么契机吗 呃呃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就是我的确呃在一年的时候还是处于一个嗯 进取性时代之中 虽然说他已经已经快结束了实际上在一年的时候已经呃 但是他的确人对这个是没有意识的 所以我很容易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是在那个时代关心的问题就是一些 呃普遍性的一般性意义上的问题 其实比如说什么呃多元的问题 呃这个是是是世界的多样多样性呀多样性呀或者比如说自由的问题 比如说平等的问题正义的问题 呃那么很自然的呢柏林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呃这样类型的一个思想家 其实呃因为我们知道柏林有两重身份是最重要的两个主题 一个是多多元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 其实呃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2011年的时候呢 我从这个家人那里得呃得到了一本书就是柏林的那个自由机器背叛 那么呃我我就呃我就开始阅读 我说哎呀有有这样一个思想家就是他能够把这个自由问题探讨的呃如此的有趣 这样呃引起了我的兴趣 然后就引起了我对这个思想家初步的这样一个好感 然后紧接着我就阅读了柏林的另外一个一本 其实也是他唯一的就是实际上当作专注来写的一本书 就是他的马克思传呃那么我阅读马克思传的时候给我了一个更更大的意义上的一种震撼呃就因为由于我们的这个特殊的背景嘛 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其实呃那么就是呃柏林写马克思给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 就是他呃他把马克思放置到他的时代马克思传处的时代背景上比如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呃呃呃呃比如说这个资本论的写作 他在一个柏林就把他和当时的时代比如欧洲革命乃至于马克思流亡到英国从欧洲大陆等我们这跟这样一个整个时代的洪流联系在一起 把马克思当做一个时代中的思想家放置进去就这样一个角度就特别的吸引我 就会觉得 这完全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马克思 会让我觉得就是对这个思想家的 这个本身就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时候呢 就我就一发的不可收拾 然后又读了我思想家 浪漫主义的根源 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一个 这样一些过临的著作 我就一路就走下去 所以也是由于失败 和我自己个人的这样一种境况 我觉得 刚才你还说到 就是在接触柏林的时候 就是同时也开始阅读这个俄国文学 你能不能讲讲对俄国文学的兴趣呢 对 这个其实和 就是和文学和柏林 和我对柏林的兴趣是 几乎是这个彼此促进的关系 因为我 其实接触俄国文学很早了 就是一般传统译上的文学史的接触 比如阅读一个什么 我第一部阅读 土耳塞第一部作品是复活 乃至于俄国 不只是文学 思想 思想家 比如比尔加悦夫 这些人 还有比如 TotoFC的罪语法 这都是一般译上的文学史的阅读 其实跟我读一个双城记 读一个什么呼啸山庄 是一样的 其实在当时 但是这个 起初就只是觉得是写的挺好 就是好的作家 比如我看狄更斯在那个节奏 看狄更斯和看托尔斯带是一样的 但是也是在这个家人的影响下 然后我就这个 他家人 我们家人就告诉我说是 你如果只是感受到 把它当作一个一流作家来讲的 什么够的 你应该去再多读两本 比如他给我了 比如托尔斯 因为我当时都复活很不喜欢 那个书很说教味很重 他就说你可以看一看安大卡雷尼娜 然后看一看托尔斯基的 比如说除了最娃之外的 比如说卡拉玛特兄弟 然后我就又看 又又开始阅读 一阅读以后 我就觉得我这个完全不得了 就是不一样 就是跟这个一般的 比如说我看到的英国的文学 德国的文学都不一样 与此同时呢 就是随着我也就是在那个同时 就是深入开始阅读文学 俄国文学的时候 我开始因为因为柏林也 当时我也阅读了 那个开始阅读 那个自由机器背叛和马克斯传 然后柏林也会引起我的兴趣 然后我发现柏林竟然刚好 也有一本写俄国思想家 和俄国作家的一本书 就是Russia Thinkers 俄国思想家 那么我又看这个柏林的 那个俄国思想家 就然后从此以后 对这个对柏林就的喜爱 就一发不可收拾 达到了一种非常难以 那个严明的这样一种状态 正是我已经开始阅读 俄国文学 而且有了一些好感以后 柏林的这本俄国思想家 又促使我进一步去 更深入的了解 俄国的文学和俄国的思想史 的发展的传统 比如说米雷克夫斯基 比尔恰耶夫 这个索罗维耶夫 别林斯基 包括其他的俄国作家 什么帕斯加尔纳克 什么这个阿赫马托瓦 这个 这个这个 布尔加克夫等等 你会发现 它是相辅相同的关系 就你看柏林的 那个俄国思想家的时候 他分析就 这个 托尔斯泰 分析这个 安年科夫 这个 图格念夫 等等等等 分析这些思想家 你会觉得 他完全超越了你 基于这个 自由基地背叛和 马克思传的那个期待 就是会更 更好 其实 然后配合着 他就促使你不断的 学过 阅读这个 俄国文学 然后就 互相 促成 就把我引向了这样一个 既关注俄国文学和国思想 又关注以赛亚国林 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你觉得像 俄国的文学 以及俄国思想 跟这个西欧的文学 有哪些不太 就特殊之处呢 或不同之处 我觉得不同之处 可能就是 主要是在于 西欧是界限分明的 就是西欧 包括北美的 就是文学就是文学 很大程度上 然后这个就是 严肃的 往往比如严肃的道德问题 严肃的政治问题 往往是交给 比如说 这个伦理学呀 伦理学家呀 政治学家呀 他们来探讨 其实 那么但是 俄国呢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 其实 所以俄国的哲学 相对来讲 是没有那么发达的 比欧洲 西欧 其他地方 那么 但是呢 在这个 哲学界探讨的太多的问题 道德的问题 什么是善 什么是好的生活 什么是有道德的生活 乃至于比如说 这个政治的问题 沙皇制的问题 欧洲革命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会被 踏入到文学作品这种去 他们会通过文学的方式 来讨论这些 本身在 本身应该是在伦理学 或者说在 政治学 或者在哲学这种 所出现的问题 所以这就造成了 这种俄国文学的 这样一种特有的厚重感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话 我觉得 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我阅读文学 阅读俄国文学的时候 就给予了 我完全不同的体会 就是它是 等于说将其他的 这领域的这些问题 纳入到了文学之中 而恰恰的 就作为一个年轻人 当时来讲的话 那文学作品 阅读文学作品的接触度 肯定要比你读 这种纯粹 这种概念性推导 推理的这样一种 哲学著作 要接触度更高 但是它又能够满足你 对于伦理的 对于这种道德 对于这种政治的 这样一种问题的关心 关注 所以说就是说是 也正是在这点上吧 就是俄国文学特有的特色 俄国文学和俄国思想 其实特有的特色 也给我留下了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 这种印象 我前几天在读你那个论文的时候 就读到俄国文学 我就想到一个 它跟五四小说 有种很像的感觉 因为中国在这个新文学 或者叫五四文学的时候 也是很多的这些文学家 或者小说家 在讨论社会问题 改革的问题 相反我们现在好像很难想到 什么哲学家 记不起来了 五四问题 可能后数的 就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一些人回过头来谈 这个那个时代的问题 都可能有 比如李泽后 特别典型的 就是他那个 启蒙与旧王的这种双重变奏 有 但是在那个时代 就是在这个民国时期 乃至于北洋时期 对吧 我觉得就是说是 他的确也是在用 就是文学艺术的方式 来去这个去探讨 伦理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我觉得同样是跟俄国的原因 有相似之处 就是因为 无论是中国也罢 或者是俄国也罢 他的这个哲学的传统 其实相对一个是早晚 就是跟这个习欧比 其实就正式的这样一种 自觉 有自觉意识的 这样一种哲学的传统 如果你今天讲 就我们今天讲 讲中国哲学史 你说到孔子 什么 这是一回事 另一回事就是 我明白它是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我是带着一个 我就是我在探讨哲学问题的 很清晰的一种自觉意识 来去处理哲学问题的 这个历史是晚的 是相对来讲 那么其实就是说是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是 俄国和中国在这方面体系化来讲 它是晚近的 那么文学呢 很自然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 就是接纳到了这样一个任务 来把它纳入到这个话语场这种 尤其是关于这个现代的社会的问题 比如你要说传统的意义上来讲的话 那么可能每个文明都会有自己的这样一种经典 但是当我们面对现代社会的时候 随着一个现代化的到来的时候 这些有没有相应的哲学的著作来去 尤其是这个伦理学呀 等等这些著作来匹配 探讨相关的这些问题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俄国和 比如说这个整个东亚吧 其实都是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的早熟 没有那么早熟 所以说就会文学自然而然就承接了这样一个功能 在民国时期就有点像 就是十九世纪 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恶果 那我比较好奇啊 就比如说因为五四这个新文学 在中国这个文学史当中 它其实也是一个 不管是在语言形式上 其实也都是一个革新的产物 很多时候有不少这些作家呢 当时都是留日的 而他们使用这个中文呢 在日本可能被称作欧化中文 就是他接受的这个西方 或者叫做欧洲语法之后 改良出来的一种中文 那在俄国文学当中 当时他们的这些文学的形式 包括还有语言 你觉得它是在俄国的传统脉道当中 还是也是受这个西方文学有所影响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是 当然这个问题 我其实不是特别专业 因为我从这个就是语言的角度来切入的话 真的就是我不是特别专业 其实因为我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在思想史 其实但是可以简单谈一谈 就首先来讲 我觉得跟中国还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相比而言 就是中国和俄国比较 或者东亚吧 和俄国比较来讲的话 俄国还是一个 现代化相对更早一些 其实就比如说他在这个 十八十九世纪 就已经开始了 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 而且他有自己的这样一种 就是有一个更早的西化的传统 比如说这个彼得大帝改革 还有耶卡捷琳娜 女皇二世 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跟欧洲接触 因为他跟西欧也更近 所以在那个年代 他就已经实现了一种语言上的一种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 他必然会带来语言的一种改变 因为新的事物 在原来的语言里面可能没有 比如说火车 护照 今天俄语里面 护照 就passport 还是跟那个 还是从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英语里面 那个就是西欧语言的里面 那个转移转过来的 其实 那么俄 就那个俄语 就是斯拉夫语 俄语 其实就是古斯拉夫语和今天用的俄语 其实也是不一样 因为他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形成 就是在彼得大利改革 在这个叶卡杰琳娜女皇二世 叶卡杰琳娜女皇 那个就是西化改革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了 所以说呢 就是说是 直到后来新鲜事物的出现的时候 他就揭续上了 他这个过程拉的比较长 那么东亚他接受这个状况 他是跟一个大航海时代的来历有关系的 就是你首先就是得有这个 就是说是 频繁的商业往来啊 才能有这个基础嘛 所以他比较突然 在那个时代的时候 就已经 就是整个的欧洲 你如果整体看 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 完全完成 甚至已经算是这种 就是更现代化了 已经 他直接面临一个传统文化 东亚的传统文化 这个冲击力更大 比俄国来讲的话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 相对来讲有一点点区别 其实只是 他们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但是俄国那个时间拉的更长 所以你显得就没那么剧烈 当然我只能泛泛而谈这个问题 就因为不是专业的 那在思想层面呢 其实也有比较 类似的情况啊 就是当他们进入这个 现代社会的时候 或者是面对现代性的到来 也是有 比如说一拨人 他可能是 这个 你的论文当中 总结为西欧派嘛 然后另一拨人 什么叫斯拉夫派 像中国就是有这个 可能叫 就是那个 什么新儒家呀 然后另外的就是 现代派呀 等等 不过 不过斯拉夫派的那个 他们的这个理念 其实也是一种很现代的发明 对 民族主义都是 都是现代 都是现代产生的 似乎很多这样的 这个非西方国家 就我们似乎把这个俄罗斯 放在非西方 这非西方国家当中 在在面对这个 有这个西方 所带来的现代性的冲击之后 都会有这种 或多或少类似的反应 准确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 本土化和这个 西方化的这样一种矛盾 其实往往更容易发生 在后发国家 就是经济后发展 或者说现代化来临 较晚的国家出现 其实它并不完全是个地域问题 我觉得它更重要的 它应该是一个就是先发 就是这个 这个市场经济先发 现代化先发和现代化后发的 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说我们从形式上来看 它好像往往会在 比如说东亚 亚洲 乃至于在这个拉美 在这些地方可能更突出 就是因为 他们在整个的全球的 这种资本链条之中 都属于后发国家 那么他们面临着一个 已然形成的一个 以西欧和北美 为这个 我们叫发达国家 的这样一个 现实的状况的时候 的思想文化的冲击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自然的一个 柏林把它称之为 叫做扭曲的人性之财 里面的所谓压弯了的树枝 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反应 就是本土化的 你是在在俄国 表现为斯拉夫派 对吧 或者说是你说的是新入价也好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 这种本土派 本土派也好 其实 那么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这样一个民族意识的觉醒 其实他跟 他就跟一个后发国家的一个 现代化 还有民族自觉 本异地克特安德森 讲的 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 这样一种产生的过程 他必然需要 这样一个 民族自觉意识有关系 其实 但他并 我为什么强调 就是说是 我非常警惕 就是他不完全在我看来 是一个地域性的问题 就因为西方 也产生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 德国 就德国自己也有 这样一种 本土化和西方化的 这样一个区别 所以说就是说是相同的问题 就是说是在这个 可能只是更早一点 比如在十八世纪 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 也会产生相同的问题 就是更倾向于本土化的 地方化的人群或者思想家 和更倾向于 法国的当时主要代表的是 西方化的 或者理性化的 这样一种文化的人群 或者思想家之间的对立 其实在这样一个 就是西欧内部也会产生 而且包括西方这个概念 也会不断的变化 比如说斯宾格勒 就是特别典型的德国人 你看斯宾格勒那个年代 他写西方的末路 但在西方的末路里面 斯宾格勒概念里面 西方就德国就不是西方 所以说这个概念 就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概念 其实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用一个先发后发的 一个市场化和现代化 先发后发的这样一个尺度 来衡量这个问题 可能更准确 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柏林 以及你眼中的柏林 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一样 就是柏林 它是一个就是 具有多维度的这样一个思想 我把它称我我愿意把它称之为 叫做切线上的思想 就是它有多重的身份 其实首先它关系的问题 就很多样化 比如多元主义的问题 自由主义的问题 还有包括比如说 这个这个犹太的问题 这跟他的多重身份有关系 他既是一个英国思想家 又是一个犹太裔的思想家 还是一个俄裔的思想家 跟这个有关系 我觉得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是我觉得 这样类型的思想家呢 他往往在不同的文化 和不同的背景之中呢 能够碰撞出 很有创新性的一些理念 比如类似的思想家 还有就是说是 列维纳斯 列维纳斯也是有 就是从小 其实他生活在这个 就是在立陶宛出生 其实从小是在东欧文化下 寻陶起来 就是他是 他自己在那个 访谈录里面讲 就是他从小 其实不是 他哲学家 他首先是通过 俄国文学去进入 就我刚讲那个 就是在文学里面 有很多的哲学理念 和伦理学理念 政治政治理念 等等等等 然后呢 就是说是 读普希金呀 读托尔斯泰 这些人长大 但是呢 他又是一个法国的 后来又移民到法国 成为一个法国思想家 但是他的研究的方法 又是 又是现象学 我们知道 现象学最早是从 胡塞尔从德国出来的 然后同时 他又是犹太裔的 就是就是柏林是完全一个 我觉得包括汉纳伦特 也是这类类型的思想家 就是柏林完全是这样一个 类型的一个 一个一个思想家 我觉得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是 我看到的柏林呢 他是一个具有这样一种 他自己称为叫做狐狸面向的 一个多元性的 不断变化的这样一个 我觉得生活在切线上的 这样一个思想家 我觉得也就是这一点吧 其实非常吸引我的 也是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 那你觉得这个 柏林算是一个 这个离散知识分子吗 但是我看柏林自己的这个访谈 他其实也不太用这个概念 去思考自己 那尽管他是早年 也是在俄罗斯长大 后来是全家移民到英国 那就要看你在这个 什么样的意义上来定义 这个离散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不是很能够清楚 就是离散的 就是意义是什么 就是概念是怎么样去定义他的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 定义呢 就是他其实可能是一个 形式上的定义 就比较简单 他就是离开了这个 自己这个母国 或者故国的这个人群 他被称作为一个离散 despera的一个状态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我觉得可能也许 就是说是因为柏林 没有很强烈的那样一种流放感 就是他其实对自己的多重身份 就是说是都都挺认同 就他没有那种生活在别处的感觉 就比如说他在英国 对吧 他他作为一个就是这个 犹太裔的这样一个俄国人 但他很快就能够融入到英国的 这样一个牛津学派的 这样一个圈子里面去 所以说与他共处完全不成为问题 就是与这样一种文化 他跟比如奥斯汀呀 跟这个伯纳德威廉斯呀 这些人关系都非常好 包括他后来在英国成为这个 这个就是成为爵士嘛 就是女王 女王授予他这个爵士的头衔 乃至于他跟丘吉尔 跟这个英国女皇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他完全打入到了 包括他在这个美国跟这个 就是这个美国政界文化界的名流 有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他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流放感对他来讲 从来都不是问题 就他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好像就不太倾向于 这样去定义自己 其实不像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苏尔人秦苏尔人秦这种 就是他永远就是说是 即使他人到了这个北美 他仍然有一种生活在别处 远离这个主流文化 这样一个感觉 柏林没有 柏林是很自在 就是他在哪里就会完全的 就是说是跟他产生一种文化亲近 我觉得是在这个意义上 但是比如说我在看你的论文吧 因为你后面主要处理了也不少 这个俄国的文学 还有俄国的思想 包括柏林也写过这个 做过俄国思想家的研究 那你觉得柏林在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 是否也带着一些跟自身的这样的背景 经历有关的一些想法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是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讲比较复杂 一方面来讲 就是我其实马上有一篇文章 就是在这个俄罗斯文艺上面要发表出来 就已经发表出来 还没有上网 就是叫做将李嘉纳入世界 论以赛亚柏林的俄国文化研究 大概这样一个主题 其实就是讨论了这个问题 就是柏林呢 就是一方面他能够很好的融入到英国的文化之中 就是没有问题其实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是 他在能够很好的应付这一摊事的前提下 就比如他 我刚才讲了 他跟丘吉尔呀 跟这些 就是说是乃至于一些有 也就是犹太的经营 比如就比如这个威斯曼呀 这些人 关于很好的情况下 他有另一面 就是他的俄国背景是 这些人不了解的 或者不熟悉的 对他们来讲是陌生的 就是柏林的能量更大 他除了这一面跟他们一样之外 他还有其他的面向 那么他总是希望呢 将这些东西呢 带入到英国这样一个 或者说英美世界 这样一个文化之中去 因为他作为一个多元主义者嘛 其实 你相对来讲 尤其是英国 它是一个岛国 英国生活是很简单的 而且英国相对 欧洲大陆是相对是封闭的 他比如像法国呀 自然天然的就跟其他的国家 有这种直接的陆地接壤 英国没有 所以柏林呢 他相应来讲 他天然的就会有一种初衷 就是把那些 把那些在英国的这些文化 社会界 接触不到的东西 带入到英国文化之中的 这样一种 天生的这样一种习性 也作为一个多元主义者 另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说是 他关心这个问题 就是关心这个欧洲大陆的问题 尤其是俄国的问题 也跟他的一种就是 英国人不具备的 这样一种传统有关 就是所谓的别林斯基的一种传统 就是艺术作为一种责任 怎么讲呢 就是说是在俄国 是有这样一个传统 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 十九世纪开始 包括十八世纪 就是这些知识分子 他大多数都是贵族出身 或者起码是中产阶级以上出身 然后俄国又是个农牧制国家 所以说 这些人的一方面 他接触到这种 这种就是一方面是西欧的文化 另一方面 接触到现代的科学艺术 等等等等 他们天生呢 就在这个意义上占据了教育资源 我们今天的话讲 但是他们自己其实时刻的清楚 就是这个基础 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沙皇制的 一种不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的基础上 所以呢 俄国的知识分子呢 在这个方面是很有自觉性的 就是他们有一种 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责任的 这样一种意识 就是看到这样一种 没有接触到 他们所掌握的这些教育资源的 这些人 在社会上处于一个 财富分配相对不公的地位的 这些人 他认为他自己有一种责任 天生要去拯救这些人 所以呢 就是说是 所以说我们会在 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会在俄国的文学之中 看到强烈的道德感 在里面托尔斯泰的作品啊 甚至是唯美主义特别强烈的 比如图格涅夫的作品 也有 比如说傅与子呀 这样的作品里面 罗廷呀 图格涅夫的 他完全一反常态的 看到的那样一种状态 那么柏林呢 正是由于他有这个俄国背景 所以说他其实分享着这样一个传统 那么他的传统 这样一个传统 跟这个别利斯基欧略有不同 是是是相同的一种取向 但是略有不同 就因为柏林他的白天 他是他是丘吉尔的作上 作上宾 他是女王的这样一种 呃呃贵客 呃 然后他出入于这个这个美国的政界 跟跟罗斯福的很多的这种亲信 关系都很好 其实呃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是由于就是说是 不管是北美也好 或者是这个英国也好 呃他在这个经济层面来讲 处于在全全全全球这种资本分配 里面处于上游 那么他的母国或者不用母国 这个词就是或者说或者他的故乡 呃呃相对来讲 他的物质生活水平呀等等 是比他所处的环境要呃不如的 就更恶劣的 其实物质的丰富程度呀等等 这个角度来讲 另一方面的跟当时的时局也有一些关系 就是毕竟你不管是在美国的政界也罢 或者是在英国的学院学学院内部或者政界也罢 呃你的生活是安全安定而优渥的 但是相反来讲 比如说呃当时的这个东欧地区 那是饱受战乱之苦 包括整个欧陆其实 因为柏林生活在二战时期嘛 对很多时候其实 那么包括那个呃 包括二战之后就是冷战 其实那么柏林自己的亲戚 呃乃至于他家乡的那些人呃 乃至于他的好朋友 比如他和帕萨尔纳克呀 阿和阿和马托瓦呀 呃就就就这些人 他的无论是从物质呀 从这个整个的生活状态呀 都跟他来讲来讲是更恶劣的条件 乃至于当时的那片土地的人民 他就有一种类似于别林斯基的 这样一个传统继承下来的 所谓的呃呃 所谓的艺术之为责任也好 或者知识之为责任也好的 这样一种呃 这样这这样一种道德感在他身上 其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他就更会去把这样一个问题带入到他的 关于这个他的思想史研究的这种话题中去 所以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这个如何把世界的 其他地方的这样一种思想去 带入到他所生活的英国的这个环境 另一方面是出于一个俄国传统 一个知识分子之于责任的这样一种传统 在别林斯基的影响下 乃至于别林斯基是不止影响了 不是直接影响柏林 别林斯基影响了杜格涅夫 呃 然后乃至于等等等等 然后这一代的知识分子 托尔斯泰 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又影响他 所以柏林的写作 很多会关于这个俄国思想家和国作家的主题 也都是维奥这个话题来的 其实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怎么开始关注这个多元主义的这么一个研究 这个就和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 我觉得就是首先来讲的 就像回到我们一开始谈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生活 我开始做研究的这样一个时代 比如我开始读研开始 是在2000 呃 呃 就是2011年 大概这个时间段 2012年开始 确实 呃 然后呢 那个时代仍然属于一个进取的时代 所以我天然的会关注的话题 就是这个比如说正义的问题啊 自由的问题啊 社会福利的问题啊 呃 社会公平的问题啊 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 其实那么柏林的当时作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尤其他研究自由嘛 的这样一个问题 自由的两种概念 两种自由的概念 嗯 来去这个展开的 所以所以我开始就一开始就开始关注到他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其实 那么同时呢 当我阅读柏林的时候 我发现呢 就是多元主义的这个话题 实质上在柏林的写作之中 占据的篇幅 呃 要比他的另一大话题 就是自由 的话题要更 占的份额更大 就他两大话题 自由主义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 其实从份额上来讲 占的更多 比如说 就多元主义牵扯到的著作就太多了 比如这个反潮流的第一篇 比如说这个 这个反启蒙运动 呃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浪漫主义的根源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关键 俄国思想家 呃 这些这些著作 他都是 其实围绕着一个多元主义的一个 话题去展开的 其实 但是呃 相对而言呢 自他探导自由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自由论 和这个就是自由积极背叛来讲 而且呢 主要其实集中在两种自由的概念 那篇论文 那篇文章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印象 一直觉得好像柏林的那个自由的问题 更突出 就是因为两种自由的概念 那篇文章成为了一个 用我们今天的讲法 讲法就是一个爆款网文 就是 就是当时那篇文章名声大噪 太著名了 所以导致人们一提起他 就好像就是 这个他关于自由的问题 但实际上你管 你看柏林那个著作的话 他他写的更多的 其实是关于自由的问题 而且呢 在一个传统上来讲呢 就是说是 柏林在探讨自由论的时候 或者两种自由的概念的时候 他所运用的方式呢 更偏向 呃 一个纯粹的哲学性的探讨 当然他也有一些思想史的味道 但是他更偏向一种纯粹的概念性的辨析 呃 哲学的探讨 等等 但是在他探讨 多元主义的问题的时候 他主要聚焦在一个 就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方式 通过这样一种人类历史上的这些思想家 这些伟大的作家 乃至于这些艺术家 他们怎么样去通过自己生活的经验 呃 怎么样去通过呃 他们的写作呃 怎么样都通过他们的经历 来去反思这样一个自由的问题 他们遭遇了什么 反思多元的问题 他们遭遇了什么 那么 这和我的这个研究取向又是 兴趣爱好又有关 因为我是更感兴趣 是一个思想史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自然而然就把我引向了一个 关于多元主义的一个探讨 大概整体来讲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你能不能谈谈就是呃 就是柏林的这个多元主义 和就是你批评的这个呃 价值多元主义 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呃差别 好的好的 其实严格来讲 也不算是批判 就是呃 就是我觉得多元主义在当下 就是呃 就是这样一个传统在当下 其实遭遇了困境 因为我们知道就今天的多元主义 已经变成了一个正正确的一个口号 其实就是 就是他其实非常流行 就是每个人基本上都会谈到 我们谈到多元的世界呀 多极化的世界呀 呃 乃至于我 乃至于我们的这个文化要多元呀 等等 就是我们今天只要你一个人 其实好像有点就你这人如果说是呃 不以这种多元来作为你的一个主导性的话语的时候 你反而觉得你这个人好像是很这个很这个就是专制的 其实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多元在今天的这个在一个口号的意义上来讲 是非常正确的 很流行的一个话题 但是呢 就是 另一个问题是 就是多元主义在今天遭遇了困境 就是说是 我们会发现今天 这种呃 多元的这样一种状况已经无庸置疑了 就这是柏林呀 韦伯呀 这一代人的贡献 其实就他们把我们引入到了 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这是我称之为叫做叫做多元主义的1.0时代 但是呢 在这个柏林去探讨多元主义的初衷 其实有一个背景 就是他讲的 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探讨多元 为什么要关心多元 关心这个世界不一样 是因为我对世界有好奇 我对不同于我自己的文化 地域 有好奇 那么他背后是有一个要支撑他的这样一个精神 就是所谓宽容的精神 那么这个精神在今天丧失了 也就是我们进入到了 我我讲 我我愿意把它称为叫做多元主义的2.0时代 就是这样一种宽容的精神没有了 在今天 所以多元主义在今天就会被固定下来 两种最主要的一种主流的一种呼声 就是所谓的我称之为就是文化价值 文化多元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问题 可能文化文化多元主义问题更严重一点 但是他共同分享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今天当多元主义成为一种常识的时候 多元主义带给我们当下的 接着的一个问题是 那么如果世界是多元的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接下来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那个背后的宽容的那样一个精神没有了 今天的多元主义更像是一个你争我夺的一个多元主义 比如说今天他会很容易在文化多元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的意义上来讲 跟身份政治捆绑在一起 比如性别关系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国际关系的问题 乃至于比如说这个就是不同文化的交往的问题 但是人们走向了是一种什么呢 就是我作为众多价值或者众多文化领域中的 其中一个单位的时候 我是要争取以我自己为核心 让我自己所处的文化 我所处的性别 或者说是我所认同的这样一种团体 让他处于高位处于占优势的地位 去以一种攻击性的姿态去走向他这 实际上就是我承认多元这个前提 但是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多元主义变成了一个竞争性的 或者斗争性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陷入到你死我活的这样一种斗争之中 其实那么很容易他就会引发到一种 就是紧接着来的一种效应 就是一种对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反感和反弹 其实比如说这个民粹主义的抬头 尤其是比如在北美就就就表现为 就这种白人至上主义的这样一种抬头 get out American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吧 包括你可以看到全球的这样一种民粹的右翼的抬头 其实都是这样一个现状 就是由于这样一种多元性的政治正确 带来了一种这种你死我活的这样一种斗争性的 所以使得这样一种多元主义 被本身所生发出来的 生发出来的一个初衷的那样一种宽容的精神丧失了 所以这是多元主义的2.0时代的时候 我们要去面临的一个要去发展的一个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是 我的研究会从就是这样一个柏林的多元主义的问题也研究起 然后但是我面我面临到当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 我已经逐渐开始面临到这个困境 就是当下的困境 多元主义发展到今天要怎么办 在一个2.0的时代的时候要怎么办 那么柏林其实他去世的相对比较早 他90年代去世吧 上世纪90年代 所以之前那个时候也有这些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被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声浪给掩盖下来 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的不乐观 然后又爆发出来 愈演愈理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沿着柏林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在1.0时代已经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沿上到2.0时代的我们该怎么办 的这样一个问题 柏林没有说 那么但是我们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多元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的范畴内 再去探讨它的时候 又没有办法很好地处理它 因为它会陷入到一个政治正确 因为在一个当代的一个价值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探讨中 它往往会有一个预设 我们会看到他今天会发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什么 就是多元被当成一种trouble 一个麻烦 就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困难 这里面就会有比如说这个 好一点的比如哈维玛斯时的公共理性的交往达成统一 它走向统一 它的目标老实 那么多元其实在这个预设的范围 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朱斯巴特意义上的就是性别的麻烦 就是trouble 变成了一个trouble 变成了一个麻烦 那么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回到那样一个宽容的那样一个语境之中 去看到多元主义的能力给予我们什么 而不是把它解决掉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的 就是说是开辟到其他的思想家的关于多元的问题的探讨 的一个奇迹就是在这里 其实我觉得这是整个我关心多元主义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脉络 那你觉得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多元主义从这种宽容转向了斗争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经验的问题 比如说柏林 以柏林作为这样一个 而且以他为代表的一大批的这样一种就是1.0时代的这样一种多元主义者呢 他们其实带有一种这种就是战后经验 首先是他们关注到太多的这样一种人类的苦难 不管是这个二战还是冷战 所以说呢 他们看到了就是说是一个相对来讲封闭的 意愿化的整齐化意识的 乃至于专制的这样一种社会形态 会给人类的社会带来多少的苦难 乃至于他们活生生的就见到了这些苦难 在中间他们可能有亲人丧命 有他们身边的人就是生活异常的困苦 乃至于让人窒息 那么基于这样一种经验 那么内代人其实去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的这种文化的发展 这种世界观念的这样一种理念性的这样一种发展 这个很正常的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经验 给予他们一个就是要宽容 让一种不同的因素共同生发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 让他们去朝向这个方向走 在1.0时代 但是随着这一代人的老去 其实乃至于死去 那么我们知道历史 文字的历史是可以记录的 但是历史的经验是无法传承下来的 即使我跟你讲一个故事 就你今天听一个什么老人跟你讲一个故事 你也觉得很无聊 其实不愿意听 对吧 然后所以说就那样一种体体验 是没有办法在待机之中去这个 往下去传承的 那么当我们丧失了这样一种历史体验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的体验是很薄的 在一个哲学的术语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是 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 可能就没有办法去 回归到那样一种精神的出发点 那么遗留下来就变成了一些教条 和一些历史性的文字和一些数字 而且这些数字还会就是往往就是会在一个 新的这种媒体时代 还会以一种谣言的方式被不断涂抹 就比如说会对一些人类历史的集体苦难 今天在自媒体上 你就看到什么什么样精神的言论都有 对吧 就是阴谋论式的各种各样的 等等都有 就这样一种大写的文字的历史 它还会在舆论效应中被篡改 更何况那个体验就完全就没有掉了 所以说回归不到精神的人们继承下来的 只能是一些教条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多元主义就失去了 它那样一种宽容的生命力 那么我们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我们当下的多元主义要面临的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世界上多元的 我们知道有太多的人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怎么跟他们相处 才是让这个现状是多元化的 是本着那样一种宽容的多元精神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大概 对 那就着这个多元主义这个问题 那继续问下去 就是你提出的这个副调多元主义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就是跟我刚才谈到 那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就是我把柏林的之前的研究 就是我那个饲养室的 那个线索梳理到了那个托尔斯坦 就是他的那个四位狐狸 从时代发展来讲 就是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启蒙运动开始 一直到这个十六世纪 这个我把它称为 在柏林的这段语境里面 叫传统的多元主义 1.0时代 那么但是当下 就是当我开始研究的 我面临当下的这样一个 多元主义的困境 就是2.0时代的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对原来的 传统的多元主义 在柏林的那样一个语境之中 进行一种推进 让它只变今天的问题 那么原来的柏林的那些资源 就不够 不是说不需要 而是not enough 不够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 如果我们调用现有的 那样一种 就是一种依托于 依托于身份政治的 那样一种多元主义 来去探讨问题的时候 反而又没有很好的 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价值多元主义 和文化多元主义 没有完全的否定态度 其实我是承认 就是价值多元主义 和文化多元主义 在人类特定的历史时期 比如民权运动 女权运动 发挥了很激的作用 其实 但是 它今天其实造成了 很多的这样一种 就是 斗争性的 这样一种 不宽容的精神的丧失 那么要面对这个问题 你就没有办法 在现有的 价值多元主义 和文化多元主义 将多元变成一种麻烦 抓暴的语境之中 去来处理这个2.0时代的问题 那么 那么 那么我就借用了巴赫金的一个概念 就是腹调的 这样一个概念 呃 然后配合着就是 结合着就是 法国的另一个思想家 就是列维纳斯 来去重新去发展 这样一个 多元主义的 这样一个 呃 思想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是 我我们从两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就是说是 他们和柏林一样 这两个思想家 都去共同处理的问题 就是如何去反思一个 一元性的这样一种理念 比如以巴赫 巴赫金为例 巴赫金主要探讨的就是 对话 副调对话和 这个和独白 那么那么在一个英语的意义上来讲 就是就是就是 我就就是说是 呃 他和柏林所探讨的一元论 其实是一回事 嗯 就都是分享 Mono 的这样一个就是 独语体 独白体 统一化的这样一个 这这样一个词语理念 其实 他都是针对这个问题的 嗯 就针对着整齐化 一个独白 那么柏林探讨的是多元主义 嗯 巴赫金所探讨的 就是说 因为他是在一个文艺美学的 一个上来 就是对话 嗯 去反对独白 那么那么怎么样 把这样一个对话的 这样一个思想 引入到 柏林的关于 多元多元主义的探讨 然后让他运用于当下 这是 然后然后列维纳斯 在这个在在这样一个学理意义上 一元和多元的学理意义上 同样 就列维纳斯反对的是 是是同一 用他者去反对 同一 就是我们怎么样和他者相处 怎么样和不同于我们的 他者去相处的问题 就他仍然去反思的是一个同一性的问题 所谓的他者的伦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 在我看来 就是列维纳斯和巴赫金 其实都是跟柏林一样 在聚焦着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从同一走向多元 因为列维纳斯也讲 当然他是在一个哲学的背景 他就是他 他讲就是在海德格尔之前 从古希腊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开始 这样一个传统 整个都是一个多元 都是一个一元化的传统 同一性的传统 那么我要走向一个什么的 我要走向一个 踏着的多元的一个 这样一个传统 这是在第一个层面 就在一个 在一个同一和多元的层面上 那么另一个意义上 就是他们为什么很好 能对接在一个 这样一个思想史的 这样一个研究之中 就是因为 他们的话语体系是相似的 就是因为柏林的话语体系 在探讨多元主义 我刚才举的那几本书 你会看到 它整个是一个思想史线索 就是从比如说 涉及到好不同的国家 就是欧洲的 比如说英国 因为休莫 对吧 法国 孟德斯鳩 到德国 德国浪漫主义 包括赫尔德 早期的 比如赫尔德 哈曼 到后来的 比如施莱格尔 然后乃至于到后面 他在这个 刺猬 狐狸与刺猬里面 所谈到的 华尔斯泰 包括在俄国思想家之中 所谈论的 比林斯基加 这都是他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线索 来谈到多元主义的问题 那么巴赫金 他的这样一种思想 同样其实 分享着这个背景 就是巴赫金 第一就是说 他是一个 具有 俄国 背景的 思想家 这是 不用置疑 但是俄国 他就是个俄国的 理论家 其实 同时 巴赫金 其实他是有 探讨很多 德国的问题 他的理论的出发点 其实是德国的 比如说 他对 歌德的探讨 成长教育 小说的探讨 乃至于 他的整个方法论 其实是从 一个德国现象学 开始 他的论行动哲学 和后来的 辅调对话 他的根源 思想根源 是从现象学 路径开始的 对他影响最大 在他的那个 全集的 中文版全集的 第五卷的 访谈录里 他自己有说 其实他的 哲学根源 是从赫尔曼科恩 和新抗德主义 乃至于后世的 学者的研究 就是发现 他其实 在早期的时候 其实就是 研读舍乐 就是很多 也是从德国的 这一路线开始 其实 所以这是 巴赫金 其实他在一个思想层面 跟柏林 是完全对接的 其实 而且列维纳斯 也是一样 就是列维纳斯 也是 其实就是说 首先 他也是从一个 俄国文化 这种成长起来的 就我们刚才讲到 就在看他访谈录 看他传记 列维纳斯 从小生活在立陶宛 在一个 东欧地区 斯拉夫地区 他中学 是在哈尔克福上的 就是说一个大的 一种斯拉夫文化 然后从小 他接受的 就是说他自己讲 就是说 他是这个 俄国文学 进入哲学 就读普吉尽 读托尊 乃至于他在阐述 自己的伦理学 和哲学的时候 他往往列举的例子 都是卡拉兰 马朵夫兄弟 托尊 托尊 艾夫斯基的小说 还有就是 比如哥罗斯曼 马西里 哥罗斯曼 俄国的思量 其实那个作家 的生活与命运 这些作品 那么同样呢 就是列维纳斯的 这样一个学理的脉络 背景的 知识型的脉络呢 他也是德国现象学 发展下来的 就是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他是从 胡塞尔海德格尔 他的那个博士论文 就是写胡塞尔的 他是将德国的现象学 引入到法国 成为发展法国现象学 所以他们都有一个 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 德国 俄国 这样严重的重心 而在多元主义的 这项思想史线索里面 重头 就是从反启蒙运动开始 浪漫主义 到这个俄国思想 柏林的这个研究 探讨多元主义 也都是在这个背景 所以他们就 在相同的语境之中了 那么 所以在这两个层面 一个是在理论的层面 就是意愿和多元 对 一个是在一个知识背景的层面 思想史的这个背景 欧洲的 从东欧 从西欧到东欧 很好的 就让他们 其实嫌疑到了 这样一个整个的 这样一个问题的探讨之中 那你说就是这个 复料多元主义 最终是怎么去解决了 这个分裂主体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是主体的这样一种 我单用学术的 就论文里面很学术的讲法 就是主体的分裂 其实 用一个日常生活的讲法 就是说是主体的面向是不同的 就是我们总是有多重的 这样一种精神取向的 就比如说我在家里面 我是一个父亲 或者我是一个孩子 我在学校 我就变成一个学生 然后 但是其实我内心可能是一个 想浪迹天涯的浪人 对吧 对 就是 然后我们时刻在这样一种精神冲突 所以说呢 就是说是 往往有多重的趋力 存在在我们的身上 实际上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这是无法去这个 去被磨除的 其实 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 其实 那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不一样的是 我觉得就是说是 副调的多元主义 恰恰是要让我们的这样一种多重的 这样一种思想趋利 为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去开辟出一个新的文化空间 就是让这些多元的这样一种 呃 话语被在公共的时空之中被表达出来 而不要让我们陷入到一种 就是2.0时代的困境 就是一种固有的身份 因为当就是比如说价值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走向一种身份正确的这样一种话语的时候 比如我是一个女人 对吧 那么我就会绝对的趋向于以这样一个先导性的预设为核心 那么我就被捆绑在了这样一个身份之中去 我就忽略掉了我自己内心中的其他趋利 那么我是一个 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师 那么我在和学生去沟通的时候 对吧 那么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身份 以这样一种预设的这样一种身份来去对我自己进行捆绑 这是价值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所陷入 为什么会容易容易陷入到身份 身份政治或者政治正确的这样一个术语之中的时候 就是当所有的这样一种趋利都是以这样一种单一维度价值为导向的时候 斗争是必然的 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为我们的区别选择在某一个瞬间是不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它是不符合人类的 就是每个人真实状态的 这就是柏林在讲多元主义的时候 一开始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去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相同的问题 这才是一个宽容的核心 其实那么当我回归到这个初中本身的时候 就是那么我会变得越来越宽容 其实因为当我把这个趋利最大化的时候 我既可以从一个老师的身份趋利来看 也可以从一个学生的趋利 也可以从一个家长的趋利来看 当然这个是有限度的肯定 每个人对吧 那么我既可以从一个男性的视角来看 我也可以从一个女性的视角来看 我甚至可以从一个孩童的性别意识不强的 孩童的视角来看相同的话题的时候 那么问题是在于 当就是身份政治式的多元主义 或者政治正确的式的多元主义 绝对占据了一个公共领域的空间的时候 这样一种多元趋利化的这种话语就会被压抑下来 那么我们就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就是现状的2.0版本的困境 其实那么复掉多元主义 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就是需要去开辟出更多的社会空间 时空的话语场来给予这些不同的多元化的声音 去让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谈论和表达 然后呢 他就会就会给予这样一种什么 社会氛围一种更多的角度 乃至于其实会让我们不要太在很多场合 过于执着于自我的这样一种身份定义 就是我是一个女人 我一定就是男的做什么都是错的 对吧 或者就是 我我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是一个管理者 那么员工就就一定是愚蠢 那么那么那么会造成一种 就是说是一种自我的一种绝对认同的松动 那么他在这个意义上 他就会让整个的氛围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那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是我其实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去缓解 我不觉得是解决 它是缓解这个困境 就是就是就是2.0时代的这样一个困境 但是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是 我觉得就是说是 他并不能解决 完全的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因为统一对一个社会来讲也是需要的 就你不能够完全就是把统一抹除掉 用一个多元的这样一种方式把统一抹除掉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在有些领域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做集体决策的 就就就比如说今天我我不是刚高考吗 嗯高考我报志愿对吧 我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对吧 我不知道这个也很好 这个土木工程也很好 医学也很好 然后这个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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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风景原理也很好 对吧 然后哎 他们各有各的好处 你你再一个就是比如说 我们在探讨这些专业谁好谁坏的时候 当然可以让这个社会多元化 嗯对吧 然后去去去去去去去 不要去做那种就是今天今天其实就有点这种就是你所活 就是一定哪个专业就比哪个专业好 嗯对吧 嗯然后造成轰动效应 其实这会早上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吧 对不平均 但是当我做个人决策的时候 我是有同一性诉求的 家庭成员如果我们意见不一致 对吧 嗯那那你要填报就志愿呀 对对吧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同一的 我们当然需要一个 比如说公共理性的辩论 在哈在哈贝马斯的一场 没有给我们通过一个理性的一种讨论来去看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要就业 还是要做学术研究 还是要怎么样 然后我们去在一个 在在在在一个政策行动层面来讲的话 达成一种同一的意志 所以对他天生是这样一种天生 这样这样这样一种东西天生是 他是有存在的合理的理由的 其实但是我要做的工作是 但他不属于多元主义讨论的范围 他属于决策层面 但我觉得多元主义没办法帮助我们去 最终实质性的完成决策 但多元主义提供给这个社会的是什么呢 是是在这个决策范畴之外 我们仍然需要一个鲜活的多元的文化 来去让人们更好的相处下去 因为毕竟什么 因为毕竟我和你之间 或者我和其他人之间 不是时刻都要做抉择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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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就经常有那种特别好玩的讨论 就是说是说是这个一个如果如果你和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 他们的比如说是这个一个人喜欢苹果手机 一个人喜欢这个华为手机 他们是不是就不能够做朋友 就是就是这个问题他不需要做决策 对吧 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说是多元主义 他处理的是这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在在这些问题的领域 我们如果所有的都要追求同意的 那我们生活就完蛋了 我们就与人人为敌 我们甚至就没有办法跟他人相处 包括全世界各地的其他人 对吧 那么但是所以在这些领域的 我们要走出来 走出那个自我身份的那个金骨 那么我要在多元主义的探讨的时候 就是我做的我的研究 其实当当时关系的问题是怎么怎么缓解这个问题 但是我一定要强调的是有另一面 就是在决策层面 这个同一性的他仍然是有必要的 但是同一性的有必要也有好的方式 比如说是专制的方式 我一个人说了算 在家里面 比如说田志愿 那个这个这个母亲或者父亲就说 就听我的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但他显然不是好的方式 那么如果我们要追求同一 怎么样去追求同一 那么可能在我看来 比如说通过一个公共理性的辩论和讨论的方式 是更好的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也是需要的 只是这是不同的两个领域 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你那个问题 就是负调多元主义 他主要解决的是在除去政策行动的意义上来讲 决策行动的意义上来讲 的其他领域 怎么样让人类变得更宽容 怎么样让这个文化繁荣发展 怎么样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舒心的 更宽松的 可以人人 人和人之间做朋友的可能性更大的意义上来去建构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是在负调多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 他推动了多元主义在缓解 或者说他在去处理2.0时代的多元主义的问题 那我这么听下来 感觉像是这个负调多元主义当中的这种主体坚信 他可能更加的流动 更加的这种宽松 像比于就是你在文章中写的这个哈贝马斯的主体坚信 他的这种主体性是被实体化了的 对 其实必须坦白来讲 就是说是 我觉得哈贝马斯在这个就是 在类似的这样一个 就是在我的这个文章里面谈到的类似的类 这些类型思想家里面 他已经算是最宽容的一个了 其实 但是呢 哈贝马斯呢 就是说是在多元主义的问题的探讨方面 我觉得他是在这个意义上是需要去被这个 去被再讨论的 因为哈贝马斯呢 他其实他整个的一个思维的范式 仍然是就是我们面对着一个多元的现实 然后怎么达成一种公共理性辩论后的统一的一致 或者就或者说他在这个意义上跟罗尔斯一样 叫overlapping consensus 重叠共识 那么哈贝马斯其实他已经很宽泛 就是讲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个自主的方式 依托于一个生活世界 然后形成一种自主意识 通过讨论达成一致 当哈贝马斯讲这个东西 但是哈贝马斯的这个交往行动 他没有说到限制 对于他自己来讲 就是就是我刚才讲的 他不应该就是说是我的 我的我的我的理解就是说 他不应该去直接的介入到多元主义 多元生活多元文化的范畴 他应该他可以以他为依托 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他应该聚焦于处理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公共政 公共政策行动的问题 就是就他应该聚焦在这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内 哈贝马斯我是完全认同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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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那个例子嘛 对吧 因为我们报纸院的对吧 甚至比如说工人要比如说我是个员工 我要加工资加工资 我说这生活很困难啊 然后然后一个一个一个我的上级对吧 比如说说那我们成本控制呀 怎么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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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要做叫做叫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当然公共理性的辩论是好的 其实那么在一个比如说 你喜欢什么品牌的衣服 我喜欢什么样品牌的衣服 然后我们是不是呃如果我们喜欢的不一样的 我们还能不能做朋友 对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就是就就不需要哈贝马斯的思想去深入的介入这个问题 哈贝马斯的我在文章里面 你好像看到我是对他有一些批判 就是就是我是认为就是这样一种 哈贝马斯的这样一种思想 他不需要认为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应该聚焦在一个建制层面的问题 就是做决策的做公共行动 统一行动的问题上面 怎么样去收取更多的意见 然后做一个做一个合理的统一行动 但是在在一个多元主义的生发的意义上来讲 比如说性别的问题 对吧 做男人好做女人好 你没办法通过理性的辩论来 对吧 但是但是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统一 其实就是但是但是我知道我和你不一样 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不可能变成男人 对吧 那当然也有可能 就是说就是大家作为一个 就是说我知道我和他者相处 我不可能和你统一的情况下 那么我怎么和你共存 那么除了统一的方式 除了理性辩论的方式 能够达成统一性的共存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共存方式 有没有一种多元性的共存方式 他不需要决策 他只是共存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哈尔玛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就是哈尔玛斯自己好像觉得 交往行动领域可以处理一个问题 我想讨论的就是说交往行动领域 不能处理这个问题 他只能处理我刚才讲到的那样一种决策 统一性的问题 但是相反来讲的话 就是我后来在这样一种思想式的研究里面 所谈讨的结合了 列维纳斯和巴赫金 对这个柏林的这样一种思想的 再发展的意义上的一种当代的 这样一种复调的多元主义 他可以去处理这个问题 或者缓解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在这个意义上 接下来还剩下几个问题 也都是从你的那个论文里面延伸出来的 我也挺好奇你如今怎么去思考这些 首先呢 因为你的就是你在做那个俄国文学那一部分 我觉得处理的核心议题还是 就是当时这些不管思想家呀 还是作家 他们在怎么去思考这个知识分子和大众 之间的这样的关系的问题 从这里呢也能看出当时就是你在这个 因为你们那个氛围 或者说你跟你的导师 诗门 大多数人可能做的也都是跟自由主义相关的研究啊 那在这个层面确实也算是 在自由主义当中稍微偏左一些 对 那如今你会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是从学理意义上来讲的话 我并没有推翻我原来的看法 那就是我仍然就是说是在一个 如果在一个端主义的语境里面去探讨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有写 呃 就是这也是一个现实 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知识分子 毕竟在人群来讲的话 他是 呃少数 肯定在一个在一个在一个就是 整个全人类的意义上来讲 多知识分子满贡 跟比如说其他的非知识分子群体来讲 他肯定是少数实际上 甚至呃全球的大部分人 呃人口聚集来讲的更多的 其实是平民阶层以下嘛 其实等于说是呃 所以说呢 就是说是从生活形态来讲的话呢 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态一定是相对同质化的 呃他的品位也好呀 呃他喜欢读的书也好呀 呃他喜欢的兴趣也好也好 相对来讲是相对来讲 肯定当然肯定你具体到微观 肯定都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他相对是同质化的 那么整个的民间的这样一个大众层面来讲 他可能是更加多元性的 呃更千奇百怪的 呃呃更超乎了我们的想象里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呃来看的话呢 大众的文化跟知识分子文化来讲 他是更多元性的 更有生命力的 呃 呃这也就是 呃这也就是 就是那个托尔斯泰 柏林在探讨托尔斯泰都讲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就是托尔斯泰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呃 但是呢 就是说是他往往知识分子老是倾向于 就是通过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己的理念 去解释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在当托尔斯泰在跟大众去接触的时候 跟着各样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 呃就用他的主人公的经历也好 或者他自己亲身的这样一种生活体验也好 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 呃他往往会感觉到自己这样一种 朝向共识性理念发展的努力是失败的 一次一次 因为是现实生活会就会让他了解到各种他者的 不同的不同于他的理念呃 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我当然会认同就是 要如如果在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文物 在这个多元性的生活的发展上来讲的话呢 那那肯定如何更多的呃 让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去跳脱出一种统一性的身份建构 去走向他者呃 用一种多元性的一种温和的灵活的语言方式去跟人他人交流 更能够激发出一种多元性的思考和多元性的文化的生发 呃 那么那么那么大众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模式 呃 他比起知识分子的生活模式来讲 他是更具有多元性和火力的 呃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呃 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也好等等等等 呃 他都完全不可能是从一个官方的从一个知识分子队伍里面出来的 不论是呃 呃 流行乐也好 妖怪养乐也好 或者是这个呃 爵士乐也好 他最早都不是其实 呃 那么 但是呢 就是说是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说是 就像我谈到的一样 但是在一个决策性的领域 的时候 那么 你是否经受到了一种理性思考的一种训练 而且具备了一种公共理性探讨的能力 其实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觉得知识分子跟这个普通人是有区别的 这这这这也是知识分子 为什么他就因为他受的教育比较多吗 其实他更能够触发他进行一种理性的反思呀 所以在决策层面来讲 如果我们要进行 我说如果相对比较好的一种公共理性辩论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 其实来进行一种决策性的一致行动的意义上来讲的时候呢 那么人们需要朝向知识分子倾向的一种教育 就是我们要习得这样一种公共理性辩论的能力 来进行决策性的讨论 来参与到这样一种公共行动的中来 否则如果你不具备这个能力的话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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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决策 就会有巨大的失败的风险 那么这个错误的决策 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比如高考之缘 对吧 我们聊聊聊一句的这些例子 但是相反的就是拉回来再讲 就是在一个多元的生活建构之中的时候 那么那么我觉得就是一种 就是多元性的一种大众文化可能是更重要的 但是这样一种生活性的 这样一个流动性的多元性的 他没有办法去在最终决策层面 去实质性的去展开工作 所以我觉得是把这两者之间 那么我们究竟要探讨什么问题 我们是要进行一种政治建制的决策 乃至于公共生活的决策 还是要去跟别人交朋友 去做一趟旅行 然后去跟一个人去了解一下他的生活模式 去聊聊天吃一顿饭 展开我的交往 那么这是两回事 那么所以说在这两种生活模式之中的 知识分子和大众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在一个多元的问题上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是多元性的大众的声音是更重要 但他不能够泛化到一个决策层面 如果泛化到一个决策层面 那可能很容易就变成尼斯沃河的斗争 然后变成那种很恐怖的后果 对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 今年法国的选举 其实法国的情况是 最终可能会GOE上台 但最终没有上台 他们选出来的 GOE应该是什么 什么党我也忘了 就是什么national什么的 那个党的那个主席 或者那个领导人 就是 我看到一些资料 就说他就是大学 很多课都挂科的 然后 那个议会当中的很多辩论都不参与的 就这样的人 但是最终也能得到很多的选票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就这个其实就恰好能够反映出我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这样一种就是多元在政治决策中的泛化 就会产生其实挺恐怖的后果 就是如果他只是在一个多元的生活方式之中去进行的时候 其实是很好的 也许比如说你说的是那个勒庞吗 就是勒庞他带出来的那个土地 我知道 就包括比如说这个特朗普 对吧 就是说是包括万斯 现在那个 那个他的那个副手 对吧 我们看到 包括欧洲的很多的极右利 极右利的这样一种 这种这个政客 对吧 那么他当他们进入到决策议题的时候 他是有很恐怖的效果的 就他可能做出很疯狂的事情 这个就会把人类带向灾难去生 因为他是一个决策层面的问题 他是一个公共行动 一致性行动的问题 但是也许这个人 他在一个生活之中 他可能是个有趣的人 如果他是个演员 对吧 就就就就就 特朗普最早就是个演员嘛 他还演过小鬼当家 对吧 就是他是个演员 或者说他是一个什么 那个摇满员明星 酒吧主唱歌手 呃 是个喜剧 脱口秀表演者 那他可能是个出色的人 对 他可能很好的能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因为他很有魅力 嗯 就甚至就比如 几个一上来 这些人都是有很有魅力的人 对对他的 就是他 对对一个公众层面来讲 其实 只是他应该停 他应该在一个多元生活的 活动之中 文化的活动之中去 而不应该去泛化到 进入到公共活动之中 公共政治层面来讲 尤其是公共政治层面的 决策层面 来讲 他就会成为个多元的泛化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敬畏分明的 嗯 就在这个意义上 来讲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看 明白 那想问问就是你 你怎么看待这个思想史跟哲学之间的区别 嗯 我觉得就是说是哲学关心的问题呢 就是说是当然就是说是 我们只能范范而谈 就是谈主流的哲学传统 就从古希腊开始 一直到这个比如说近代 近现代吧 到这个这个德国哲德国古典哲学以后 因为后面就现象学和英美和欧陆分家 以后开始就不好谈了 就是法国哲学 欧陆哲学被认为是不是哲学 这个问题就不能牵扯这个问题 但是呃 但是在一个宽泛的一般意义上来谈的时候呢 就是哲学更关心的是一个真理的问题 从一个传统来讲 就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真相是什么 呃 他是一成不变的问题 他仍然关心的是这些问题 比如说他会关心准确的问题 所以说呢 比如说苏格拉底 或者柏拉图 或者斯宾诺沙 他的某一本著作中的某一些理念 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在探讨什么 我们怎么清晰的去思考他 乃至于在这个问题 在清晰的思考和接受的前提下 怎么样去推进这个问题 这是哲学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求真的过程 处死真理 他指向的 但是思想史的研究 他更大程度上是面向生活世界的 或者说面向日常生活的 他更他会更更跟当时的生活语境 历史背景 乃至于这些理念怎么样被接受 联系起来 呃 所以说呢 就是说是这个准确与否 呃 反而不是说完全不重要 反而不是第一位的 比如说 我们以康德来 或者迪卡尔举例子 康德和迪卡尔来举例子 那么哲学的研究 在我的理解上 他会聚焦于的意思 的意思是 康德的哲学思考 首先阐明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究竟在一个逻辑推导层面来讲 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他谈的对不对 乃至于哪块是对的 哪块是需要可以再探讨的 怎么样去推进这个问题 这是哲学的问题 无论是迪卡尔的 或者康德的 对吧 那么但是 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讲 最重要的是 这样一个理念 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效应 他带来了社会上哪些变革 哪些文化现象 他被怎么样被人们所认识 人们心中的康德和迪卡尔 是什么样的 乃至于甚至是自言骗语 都不是他的整个的系统的 著作 他是怎么样被接受的 他往往会 往往就是往往三言两语 就会被误读 在误读的情况下 推动历史的发展 有时候 比如说这个 和黑格尔一句 这个凡是存在的 就是合理的 对吧 中文翻译过来 对吧 其实是凡是存在的 便是符合理念的 那么在哲学的意义上来讲 我们当然要探讨的就是 比如说黑格尔这样的理念 所谓的绝对理性 他的理念 世界的发展 在一个他的辩证法的 运动之中 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等等 这些问题 但是在一个 思想史的意义上来讲 就是他在社会上面 曾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 可能产生这样的效应 产生那样的效应 推动了哪样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 会从哪 他跟其他的这些文学 艺术 他们关联起来 反映出了什么社会效应 思想史关心的是 这样一个层面的问题 这个过程可能是有误读的 甚至是 但这个对于思想史来讲 不是第一位的 第一位的反而是这个问题本身 效应问题本身 但他可能会分析这个过程 但他不是他主要的研究对象 我觉得是在这个 我这几年就是觉得 越来越对这个思想史感兴趣 因为之前我是在研究哲学比较多 也可以说就是在做这种理论的内部研究 但是当后来就发现 其实有很多这种背景性的 或外部的这种研究 是需要考虑当中的 对不然的话 就是对我们去理解这些东西 会有一些缺失或者是困难 我想你在教授这个文学理论过程当中 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首先这就跟一个课程的 本身的性质有关系 其实由于就是文学理论的这个课程 它本身其实非常的具有理论抽象性 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距离日常生活经验比较远的 所以这是我在教授课程中的 一个巨大的挑战本身 那么我恰恰现在努力去做的是 怎么样把这样一种抽象的理念 让它和我们的 起码首先如果你是文学理论的话 起码首先跟文学作品关联 然后得到理解 其次是它能不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关 因为和文学作品相关联 不一定和日常生活经验相关联 因为这个文学作品可能是19世纪的 对吧 那么能够做到最好的是第二层面 就是和生活经验相关联 这个人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实 但是往往有些文学理论 它只能够跟文学作品相关联 它跟生活世界可能是弱光联 尤其是当下的生活世界 所以呢 我觉得我所尽量做的是把它往外去扩展 在我去讲授它的时候起码 但是能扩展到哪一步跟我的能力有关系 而且也跟这个理论本身哪一种理论 谁的理论 理论讲些什么 跟它本身的属性也有关系 的确就是对于它的理解 其实呢 就是说是 是需要这个就是 去越好的能够结合 生活世界是 是是是这个越能够 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 但是这个努力过程 我觉得我只能说我还在不断的尝试之中 有时候效果也并不是很好 比如说有 有我自己的问题 能力的问题 也有可能比如说 它如果只能跟文学作品有相关联的话 那么可能受众 你必须要读过这个作品 对吧 也有这个问题 都有各方面 但我觉得还是个 还是个在推进的过程吧 我觉得 我就是 因为这两年也开始在做一些翻译工作 比如说我 第二本书翻译的是 朗西埃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作品 我就发现 我之前学习的过程当中 读理论读的有点太多了 相反文学作品读的太少 所以当他去处理文学作品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在讲 因为书没怎么读过 而且我后来又再找了一些 国内的相关研究 或者是找朋友去聊 发现普遍的接受程度 似乎也是大家去读这种 有关现代性的理论 要远远多于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了解 甚至现代艺术的了解 我发现这就是可能有这么一个错位 或者说大家过于关注这种抽象的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说到这个文学理论 就是说 在整个战后的法国理论当中 也有很多的思想 也同样是在关注这个对于主体的结构这个问题 你觉得他们和你在文章当中处理的 那些思想家的回应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研究 主要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主要还是以比赛亚柏林为核心的 那么就是可能柏林跟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柏林也会触及到 就是这个主体的多元 他自己其实很少运用这个概念 其实就主体subject 这个概念 柏林其实不怎么直接触及 因为他本质上来讲 他是个政治哲学家 他不是一个严格以上形而上的philosopher 就是不是个形而上的哲学家 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但是柏林会讲就是自我的多元 就是to self 或者就是许多的self 他会触及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 那其实他退后一步哲学上 就是主体的多元的问题 那么但是柏林跟他们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的不一样的点 就是还是在于就是 柏林背后有一个很强烈的 一个伦理诉求 伦理诉求或者政治诉求 就是他希望在一个一般的普遍性的意义上 给予这样一种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 一种思考 一种普遍可运用 可运用或者可行的思考 比如说 一个多元的生活 一个多元主义的生活 是怎么样能够跟我们的切身经验 产生关联 而且不只是对我一个人 是对普遍性的切身经验产生关联 其实 然后比如说自由 两种自由的概念 或者其他的他关于自由的 怎么样跟我们的伦理的政治的日常生活 产生了关联 所以在这个关联中既有多面的性 他也会有确定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最终总是 以一种确定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其实很多时候 他总是可以被实践的 实践的 但是这个就和 比如说法国的 这个 这个理论家来讲 比如说德里达 这个或者或者是欧陆传统的吧 比如说这个 利奥塔 他们同样去触及到了这样一个多元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是 只是这个上面是有一个区别的 就是说是 他们并没有 不会像柏林一样 有这样一种 企图去 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问题 提供他们的思考 而他们更聚焦于的是一个切身经验 就尤其是 就是说是利奥塔 或者布朗销 其实你会觉得 所以他更偏向于一种文学的 一种自我的 一种体验性的一种解构 其实柏林不用deconstruct 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他也很远 其实本身来讲 他没有到那个程度 他仍然在一个一般意义上 在探讨多元的问题 就是而 而而而他 柏林始终希望 他是可以被实践的 但是 一个一个相对来讲 更radical 更激进的一个 一个欧陆式的 一种解构式的多元 他其实可能只对某一部分个体 是可实践的 但他没办法 很大程度在经验实际 被普遍性的推广 比如说你看到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巴塔耶 的色情史 乃至于就是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 利奥塔的 这个后现代状况 里面所谈到的 就是 乃至于比如说 这个 这个南西的这种 就是无用的共同体 这些经验 其实他很多时候 可能只能局限在 某一部分群体 这种 因为他会很局限到 比如说谈到 比如巴塔耶来讲 他会谈到 这种就是身体的情欲 乃至于甚至这种排泄 等等 他在 他 没有办法会很广泛的推广到 比如说 跟我们的亲身经验 起码来讲 就是说推广到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北美 英美世界 或者说是 东亚 乃瑞非洲 等等 就是说是 我只是这样举例 不一定准确 就是 我不认为谁是对的 或者谁是错的 只是因为 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就是因为柏林 仍然很关心的是 在当下 这个 这个理论是否是 可以和一个伦理生活 结合起来的 而 当代的 或者说是 相对来讲 比较晚近的 欧陆思想家 他往往这个重负 这个负担 小一些 其实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我 就是我当然也会受到 就是比如说 布朗销 包括南西 这些人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核心 就是负调多元主义 的核心 仍然是 以赛亚柏林 列维纳斯 和巴赫金 就是列维纳斯 虽然他也是个法国 对 但是列维纳斯 他仍然 他跟这些人 特别不同的一点 就是他 包括巴赫金 也好 他们跟柏林 一样的一点 是他们仍然在 关心着 就是自己的 这样一种相关思想 在一个普遍意义上的 可实践性 比如列维纳斯的伦理学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讲 他们是不同 嗯 理解 理解 那我在这个柏林谈话录里 看到有一段 就是说 柏林提到英国哲学 跟法国哲学的区别 他说法国哲学呢 是一种很 现实 或关注政治的这种哲学 而这个英国哲学呢 许多时候 并没有那么关注现实生活 那我想他指的 这个英国哲学呢 大多数 可以被看作是什么 像 就是 就是变成后来的 分析哲学的这种哲学 对 你觉得是什么 导致了这种差异 我觉得是大家 哲学观念的不同 就是因为 在法国 或者在欧陆的语境之中的时候 就是说是 哲学 其实在柏林的时代吧 起码 它是在一个 就是 大家都共享一个传统的哲学传统 就是到古典 到德国 古典之前 古希拉开始 这个是共同的 那么后来呢 在欧陆呢 他其实受到了严重的 就是欧陆哲学的传统 就是比如现象学的影响 但是英美是另一条路 他其实走向了一种分析 分析的 以这个就是 比如说这个 语用学和语义学 这样一种传统 包括罗素呀 摩尔呀 奥斯汀呀 这样的一个 传统的影响 那么 首先柏林自己 其实这段话是有语境的 就是柏林自己 不认为自己是一个 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 包括我在那个 就是牛津奥斯福尔的 那个沃普森学院 去访问的时候 当时 呃 柏林的 他的那个 就是团队 他现在的 就是编辑团队 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 就是就是我 谈到这个 我当时谈的是 Liberty和Freedom的 问题 我说这两个 有什么区别 然后他说 如果 就是说是在柏林的 看法来讲 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是一个 政治理论家 或者我们叫政治哲学家 他和philosopher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柏林的意义上 也没区别 嗯 那么在一个 就是哲学意义上 他当时在这个 意义上的哲学 就是就是 就是特质的 就是分析传统的哲学 嗯 英美的哲学传统 下的话 那么他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哪 一二三四等等等等 那么柏林在探讨这个问题 他仍然是在这个语境之中 就是他自己不认为 我的理解是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 这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 对 所以说那么 那么奥斯汀呀 罗素呀 摩尔呀 就是包括 就这些人 在他看来 他是 不关心政治 那么他是一个政治理论家 或者政治哲学家 嗯 那么他是关心的 但是欧陆不一样 就是欧陆 因为那些哲学家 后来的大哲学家 就基本上很多都关心政治嘛 对 比如海德格尔啊 对吧 公认的我们认为的这些 大的这些哲学家 对吧 他都都是 就能说全部吧 就是往往很多 他都会纳入到政治议题中去 因为他 完全不是一个分析的传统 他就是一个现象学传统了 明白 那那那你说 那么现象学 呃 他为什么会让人更加关心政治呢 我觉得因为就是说是 呃 因为他仍然是关心的是 我觉得就是说是一个 从生活本身来 嗯 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延续的 这样一个传统 呃 就是说是 因为因为现象学的发生 发生从胡扎尔开始嘛 海德格尔开始 他就是对传统形而上学 一开始是否定 就因为传统形而上学 总会预示着一个 世界的本质 世界的低音 其实 然后用他来来来看 探讨理念跟世界的关系 比如说黑格尔 特别的也行 或者柏拉图 那么但是在这个呃 现象学开始 胡扎尔开始呢 他其实是探讨 就是说是这个 形而上学的体系 可能是靠不住的 那么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他现在的关系 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从哪里来 那么胡扎尔 把他称之来叫 就认为是什么的 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呃 认为是异象性 对吧 然后那么 那么海德格尔 也是面临这个问题 那么就是从 如何重构我 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通过 形而上学 我们怎么样重构 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那么那么海德格尔 可能通过比如说语言 对吧 嗯 的方式 甚至是艺术的方式 来来来去重新建构 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包括后来 我你看到的 就是在现象学传统中的 比如说 列维纳斯 对吧 呃我们和伦理的关系 比如说梅罗庞帝 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是通过身体 来去勾连 他永远去有一个面向 一个是一个公共世界 生活世界 嗯 或者日常生活 的这样一个面向 包括哈贝马斯 其实 对 对吧 但是 就是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 是不需要这个的 就 就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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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说是不一样 嗯 确实 那差不多 好的 那谢谢这个 呃 例外状态 今天的这个 邀请 啊 感谢 感谢 比小 好 嗯 我 的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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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